保护人民的警销人员希望政府能够早点解决这个人力不足的问题 不过军人呢是要保家卫国 但今天呢却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 今天早上有位职业军人他开车赶着要回营区 结果却因为酒驾在经过新竹市中正路转弯处的时候发生了车祸 而附近邻居都说这个路段很危险 转弯角度有将近90度 已经发生过非常多次的车祸 不过幸好这名军人只有擦伤没有生命危险 25岁的汪姓职业军人 8号早上7点左右独自开车 从新竹市中正路要转集洋路 准备回营区上班的时候 疑似因为酒驾加上过弯的时候 车速太快发生车祸 连人带车摔进路旁的大排水沟 汪姓男子命大自行逃出车外爬上路面 身上只有手部和鼻梁擦伤 伤势没有大碍 新竹市交通队交往组警员到场处理 对他做酒侧 酒侧值是0.53 车祸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人命大摔到水沟自己爬起来 很清醒了 他说他吓到了 他全身有烂泥巴这样吗 有湿湿的 住在车祸地点附近的张姓男子表示 这个路段是一个将近90度的转弯 如果路况不熟加上车速太快 就容易失控发生意外 同一个地点已经发生过好几件车祸意外了 如果不是住在这里 路况不熟都会摔在那里 你这90度转弯嘛 你的速度90度你要转 你差不多60可以转 你这80都转不过来了 警方提醒经过弯道一定要减速 酒后也别开车上路 才能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 联合报记者王慧英采访制作